大家好,又见面了 经历了昨天的爬山之后呢,睡到11点钟了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长江水库下面的一个村子叫福祸村 所以这边也是非常多人来散步登山的 他跟之前那个山西村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模式 就是很多农家的一些物质改建的城 变成了一个像旅游村这样的一个村子 印象当中好像跟我大哥过来一次吧 现在有点几乎清路了 先带大家去村子参观一下 可以看一下他们村子有什么和普通的地方 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天园的一些山 看一下,然后再用无人机飞一下,看一下全景 好的桌子 儿子 梦 呃,里面很多人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坑的,我记得 我看角凹书好像有人上去拍过航拍 所以我想,我也想去看一下 住上好多杨桃啊,挂着好多杨桃 这种地方非常适合我这种喜欢山和水的朋友 对,又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欣赏到美景 个人比较喜欢 这种小路,你看天,可是今天比较阴,要不然的话真的好漂亮啊 这里又有湖 对,你看,这景,太漂亮了 这里非常好幸好,四哥 等一下可以放飞机,好开心哦 终于可以飞上天,看一下上面的情况 我记得上面好像在看,呃,一个小哥的视频是上面有一个坑 对,下面有一个,一个水坑 之后,这边是一个水库,转给大家看一下先 估计在上面有水库,下面很多狗尾草 不是狗尾草,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场 反正很漂亮 不算,之前看有一个小哥在这边拍拍照,对,拍艺术照 摄影师应该 嗯,以前那个水库好像可以上去,现在已经被封掉 可能要保护水沿的,我还想着去上面放个飞机 但是,呃,可能放不了,找个地方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刚才看到 有两个 呃,阿姨 输出区的电动资金车过来 还有电动车在那里溜达一下,其实很爽,感觉 对,或者是那种塞车 哇,非常漂亮 这个花非常漂亮 永少花 这是一个交叉路口 对我身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路 去往山庄了 这里还有一条路,不要去哪了 还有另外,后面这条就是返程了 我在讲我是不是应该返程回去了 越走越远 等一下 我的车子还搬到那个村子那里 我特地拿了一个苹果 一边走一边吃是补充能量 对 一边享受音乐 一边走在这种 很舒服这种 这种小道上 没什么车 对,人的话也挺多的 感觉很舒服 对,周末放松 现在我在福沃村找累了 在地毯上吃完豆腐花吃 想找个厕所找不到 太简单了 想给大家看一下山水豆腐花 山水豆腐花吃起来还不错 个人的话不是很喜欢吃甜 也不喜欢吃酸味 感觉口味刚刚好 味道还不错 味道还不错 ? 你把草油花变了 好想不到 你把草油花变了 你想想想,你把草油花变了 高三十 中間的食屍的話,可能會很長 它是圈子的話,還算大吧 裡面可以一直往裡面中,那個圈子那套裡 所以就剛才那裡一直進去,進去拿到門 放無音機的話,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 但那裡面的話,其實,可能是沙子 什麼意思是,我喜歡拍這個圈子 但是圈子的話,都是... 就是人家的屋子,它不可能讓你上課了 或者你直接到這裡飛的話,因為它還沒用相當的 所以的話,就去看一看,沒有好東西 這些可以放飛機的地方